第七十一章麻烦大了,空,一到三四米粗的水柱,从深潭湖泊中爆发起来,冲天而起,原本还零零散散地漂浮在水面上的那些古怪法阵符号,瞬间就被这水柱撕碎,原本还隐隐约约残留在空中的光网囚牢,瞬间烟消云散。 那黑色的礁石,猛的一阵,然后狂野地生长了起来。握了个大槽,李牧只觉得脚下一阵,整个人就被掀飞了出去。 他一手抓住旁边的呆逼小萝莉明月,身子已经在半空中。 怎么回事,李牧施展轻身术,争取在半空中稳住身形。 哇哇哇,太刺激了,明月兴奋地尖叫着。 头顶上,月滑消失,一片阴影浮现,李牧下意识地抬头,他瞳孔皱缩,一条数百米长的黑色巨大尾巴,带着迷蒙的水雾,在夜空之中闪电一般地甩了过去,掠过了水潭湖泊。 水潭上,像是下了一场暴雨一样,那块礁石,是一条尾巴,李牧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站着的那块黑色礁石,根本就不是什么礁石,而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恐怖生物的巨大尾巴,之前漂浮在水面上,看似是黑色礁石。 可到底是什么生物,庞大到了这种程度,一条尾巴都大到会被误以为是礁石,空,那巨大尾巴拍在水面上,宛如雷暴,整个水潭湖泊宛如下面埋了几百斤TNT炸药被引爆了一样。 李牧带着明月,身形急速横移,没有被这一尾巴拍中,但也被淋了个落汤鸡,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两人落在岸边,李牧惊魂未定,明月兴奋地大呼小叫,泥蒙的水雾之中,一个数百米高的庞然大雾,若隐若现。 水面翻滚,这是什么怪物,李牧迅速找到了自己放在岸边的衣服,已经湿透了,但他还是赶紧套上,总比光着身子裸奔得好。 好大的妖气,老乞丐长大了嘴巴,里面可以塞进去一个鸭蛋。 汪汪汪,大黄狗呲牙咧嘴,对着水潭狂吠,连重伤的术士盲眼道人,也都忘记了身影,不可思议地看向水潭,怎么可能,这种绝世大妖。 见在眼前,为什么我之前都没有察觉,往他以杀妖面妖为毕生之念,这一次却是走了眼。 要知道之前,他还曾站在那块黑色礁石上,环曾在黑色礁石周围布置下法阵,全胜状态之下的他,在这水潭之中停留了那么许久,竟然没有发现这么庞大的一尊妖物,这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笑话。 好大的妖气啊,老乞丐的第二句话,依旧是重复自己的感慨。 李牧文言,心中一动,妖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之前盲眼道人和老乞丐说了好几次,明月的身上,有妖气,但为什么自己却看不出来? 他朝着水潭之中,仔细看去,一个宛如洪荒巨兽一样的怪物,在惊涛骇浪之中露出了半个身躯,仿佛是起伏的黑色山巒一样。 而那条巨大的尾巴,还在上下地摆动,每拍一下,就会将整个水潭角的天翻地覆巨浪翻滚。 隐约可见,这巨大怪物的身体周围,有一层透明的诡异气流环绕旋转。 莫非这诡异气流,就是传说之中的妖气? 李牧在看向明月,这小萝莉身边没有任何的气流缭绕啊。 昂吼,一声怒吼,在哪庞然大雾方向发出,与九龙瀑布的轰鸣声相呼应,回响在悬崖峭壁深渊和山岭之间。 这样的声音,当然是传不到太白县城中去的。 后山的这个峭壁深渊,天然地位太白县城隔绝了一切声音,平日里,九龙瀑布宛如雷鸣一般日夜不歇的轰鸣声, 阿子太白县城中就一丝一毫都听不到。 如果说后山峭壁深渊是一个野性沸腾神秘深邃的世界的话, 那太白县城则是一个静谧,祥和,庸岸而又悠闲的世界。 前山和后山,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生活在县城中的普通人们,绝对想不到, 在后山峭壁悬崖之下,还有这样的一个世界。 因为它们永远都无法从那峭壁上下来,但李牧站在岸边, 手当其冲,那庞然巨兽的吼啸之声, 行程的声波气浪仿佛是飓风一样, 差点而将它和明月吹成了滚地葫芦。 叫声音波,一瞬间拔掉岸边数十棵树木, 几百斤的岩石,也像是草团一样翻滚了起来。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李牧心中惊骇,地球上最大的生物, 应该是海洋中的蓝金, 但也不过是三四十米的长度顶天。 它的舌头上,可以容纳下五十个成年人。 而地球远古的恐龙时代, 有一种叫做异碎双腔龙的生物, 体长可达八十多米, 这是地球上已知的最庞大生物。 但是眼前这个怪物, 仅仅是露出水面的身躯部分, 就已经达到了数百米长, 其笑如雷, 其皮如眼, 仅仅是一条尾巴, 大概都比得上四五头蓝金的长度了, 简直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这会是什么生物? 哥斯拉, 赤胶, 老乞丐的第三句感叹, 这一句, 终于多了也一些有营养的内容。 它像是被扒光了衣服的厨女一样, 看着水潭之中的庞然大物, 尖叫道, 天啊, 一头快要化龙的胶, 只怕已经是数千岁了吧, 简直不可思议啊, 太白山中, 竟然有胶。 胶不是龙, 但一旦得势, 可以走胶, 沿着江河如海, 化作真龙。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胶也算是妖, 李牧心中一阵, 胶, 地球上, 有胶龙这个说法, 在地球中国的传说之中, 胶和龙几乎可以等同, 都是神话传说之中的神物, 当然也有胶恶而龙善之说, 在很多传说之中, 胶具有龙的神通, 也是无比可怕的存在。 在地球上, 胶和龙一样, 只存在于各种神话传说之中, 但这个星球, 很显然, 胶是真实存在的。 李牧心中, 也隐隐有一种兴奋, 亲眼见到胶, 这可是印证地球神话传说的事情。 他很仔细地观察, 果然发现, 这只所谓的胶, 果然是和地球上神话传说之中的胶, 有些相似, 但真正见到活物, 那种视觉震撼, 还是难以形容的, 很壮观。 还好, 这头胶, 似乎并无杀心。 他没有追杀李牧等人, 只是搅动了水潭, 让整个湖泊都处于一片水雾迷离的状态之中。 他仰头, 据说无比的头颅, 浮出水面, 伸向夜空。 暗青色的天穷上, 乌云散尽, 双月高悬, 皎洁的月华洒落下来。 胶张开了巨口, 以一种奇异的节奏, 似是在呼吸。 每一次吸的时候, 月光竟是出现了奇异的扭曲, 朝着他的巨口汇集, 将那漫天月华都吸入了口中一样, 而每一次呼的时候, 则又有淡淡的暗黑色雾气, 从他的口中呼出, 飘散在了天地之间。 吞吐月华, 这是在修炼, 李牧看的真切, 心中有一道闪电掠过, 因为这交呼吸的法门, 近似是与先天宫有些相似, 都是控制呼吸节奏, 汲取天地之间的能量, 唯一不同的是, 先天宫可以汲取天地之间的一切能量, 而这交的呼吸, 似是只能从月华之中, 汲取某种能量。 不过, 这也给了李牧一个很大的启发, 与武者修炼内气的法门相比, 似乎呼吸法门, 才是更高等级的修炼之术。 李牧一手抓着明月, 悄悄地朝后退去, 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 这交的力量, 太恐怖, 压迫力太可怕, 根本就是摧毁性的存在, 他此时专注于修炼, 所以看似无害, 但万一他吃饱了月华, 凶性大发, 想要打牙剂吃人肉怎么办? 虽然县衙的后山峭壁深渊下, 竟然养出来一只胶, 让李牧很头疼, 但他也知道, 这个时候, 还是先开溜为妙。 不过开溜之前, 要不要先解决掉盲眼道人? 这个贼道, 杀人越祸, 攻破县衙, 还会法阵, 又有大鸟, 咽得很, 留着是个祸害。 李牧扭头朝着盲眼道人的方向看了一眼, 这一看, 让李牧心中一领, 就看盲眼道人不知道何时, 已经推开了老乞丐, 单腿立在原地。 他像是花洒喷头一样, 口中喷着鲜血, 将一双手喷成了血染一样。 鲜血带来了一种奇异的力量, 让老瞎子整个人, 恍惚间恢复了巅峰力量。 他学手疯狂地捏出手印, 发出低沉的吟唱。 这吟唱之声, 引起了天地的共振一样, 无比诡异。 然后盲眼道人浑身法力涌动, 丝丝缕缕的光纹, 越来越密集, 最终快速地凝食了起来, 仿佛是游走的丝线一样, 在他的周身, 编织出一层暗银色的铠甲。 乐华照耀之下, 幽深清冷的水潭边, 盲眼道人有一种天神般的气势。 一种强的不正常的状态, 夹子, 你别发疯, 不是同一条胶, 老乞丐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 大惊失色地道。 复仇, 杀, 盲眼道人却已经单腿弹跳了起来, 犹如一道暗银色的光剑一样, 带着有去无回的疯狂和决绝, 刺向了正在吞吐月华的胶。 卧槽, 自己找死别拉着我们啊! 李木抬抬手, 想要阻止, 已经来不及。 轰, 恐怖的撞击声中, 盲眼道人所画的光剑, 斩在了胶的脖颈。 一层层的光圈辐射开来, 仿若是小型核弹爆炸一样的蘑菇云浮现, 天地之间的一切, 似是寂静了下来, 阿吼, 娇庞大的身躯, 被撞地重新跌入了水中。 他怒吼, 声音之中带着暴力无匹席卷山河的愤怒。 空, 水柱掀起, 交手在线, 他冲出水面, 睁开了眼睛, 一对雪池一样的眸子睁开, 心红冰冷的眸光, 覆盖方圆数千里。 李牧顿时觉得如至深冰枯, 被那一双悬空雪池一般的眸子一看, 李牧觉得自己的生命瞬间被抽离了。 他知道, 娇怒了, 麻烦大了, 第七十二章风起之夜, 夜色之中的太白县城, 温婉得如同熟睡中的少女。 安静, 祥和, 乌烟瘴气的武林中人被县尊大人在一日之间扫清, 对于每一个县城中的子民来说, 多日的惶恐和不安散去, 他们终于又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个好觉, 做个好梦。 刁蓝玉气的阁楼上, 身穿着明黄色龙纹长袍的小男孩勤政, 终于做完了一日的功课, 回到房间里修炼明玉宫。 从三岁开始, 他就被姐姐安排开始修炼。 明玉宫是姐姐亲自为他挑选的功法, 据说是修炼到极致, 可以让心无尘垢, 深如明玉, 是一等一的练身修心的功法, 甚至可以开启智慧, 具有诸多妙用。 跟随在王先生身边的亲衣书童亲儿, 站在房间里, 像是一尊雕像一样, 静静地守卫在秦政的身边。 这是在奉公主殿下的命令, 在此监督, 亲儿的目光, 落在正在守神入定状态中的秦政的脸上。 不得不承认, 这位小殿下张的极为俊秀, 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外貌, 也很聪慧, 但就是生性贪玩, 经常外出惹祸, 在秦城中是出了名的小顽固小霸王, 很多时候, 连公主殿下都觉得头疼。 亲儿也不止一次地想, 那么多的人, 那么多的人人之事, 为了这个顽劣的小孩童牺牲, 值得吗? 他, 真的可以有未来吗? 当然, 这一切, 他也只是想想而已, 毕竟鬼觉得帝国风云他看不懂, 而他是如天神一般的先生, 却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个顽劣的少年。 时间在静谧中流逝, 突然, 亲儿的面色一变, 同时, 秦政也睁开了眼睛, 他额头上冒着汗, 面色苍白, 仿佛是做了一场噩梦一样, 大口大口地急促呼吸, 道, 我, 我好像是感觉到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在苏醒。 烛火微微一闪, 房间里突然多了一个人影, 正儿, 公主秦真的手, 轻轻低伏掉秦政额头的汗, 道, 你今天太累了, 名誉公反噬, 今夜不用修炼了, 早点儿休息吧。 哦, 秦政乖巧地点点头, 在姐姐的面前, 她从来都是乖巧的像是小绵羊一样, 很快就有两个侍女进来, 服侍秦政休息, 秦政对亲儿点点头, 转身出了房间。 房间外, 王先生在等待, 没事吧, 看到公主秦珍出来, 王先生开口问道, 公主秦珍摇摇头, 道, 正儿的名誉公修为不深, 只是隐约感应到了一点点那种气息而已, 休息一晚就好了, 只是, 两人边走边说, 来到了外面的阁楼廊道上。 夜风袭袭, 秦珍的目光, 看向了高处县衙的方向。 那股可怕的气息, 正是从县衙后方涌来。 这股气息诡绝而又冰冷, 不容小觑, 即便是强横如他, 也不得不放在了心上。 王先生道, 我去看看吧。 秦珍犹豫了一下, 点点头, 道, 也好, 但最好不要牵扯其中。 王先生笑了笑, 道, 公主放心, 话音落下, 他的身形消失在了原地。 建城外, 小村中, 月明星西, 挖声阵阵, 洛塞湖国字脸的汉子, 推开茅屋的房门, 走了出来, 皱着眉头, 看向了太白县城后山的方向。 身后的房门再度推开, 温婉觉美帝少妇, 也走了出来。 清歌, 他的目光之中, 也带着一丝忧色。 洛塞湖男子回头, 温柔的一笑, 握住了妻子的御手, 道, 平静数年, 风雨又要起啊, 这天色,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是县城深渊中的那位八, 绝美少妇叹了一口气, 道, 没想到, 终究还是有这一日啊。 折服深渊一千灾, 画龙腾空九天外, 洛塞湖男子神态豪迈, 道, 也该他腾越九霄云外的时候了。 当初, 师尊说过, 你我在太白山下, 可得五载安宁, 如今, 已经是第五年了啊。 江龙出, 天下精, 怕就怕, 那些人闻讯而来, 到时候, 你我难免被发现踪迹, 这样平静的生活, 却实在也不可得了。 丈夫将鹅手铐在丈夫的怀中, 道, 心风血雨又要再起, 你我能够杀尽几人。 来一个, 杀一个, 来一双, 杀一对, 若塞湖男子豪气惊人, 丈夫微微一笑, 似是有些沉溺在丈夫的豪迈气概之中。 讲当初, 他风华正盛, 极万千宠爱与一身, 追求者犹如过江之际, 但他都无动于衷, 江神州三大帝国的万千儒雅英俊天才英杰式之如粪土, 却独独倾心于这位从大草原之中走出来的粗犯汉子, 被无数人所不解, 嘲笑, 讥讽, 等着看笑话。 但是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那些魅俗的庸人们, 又怎么知道他心中的幸福? 二十年来刀与剑, 如今落叶又抽枝, 自从一剑豪杰后, 直至如今更不宜。 丈夫郭雨卿, 就是他心中当事最大的豪杰。 纵横草原的大辙别, 当然是英雄无双, 但是, 如果只是你我两人, 自然不用担心, 可是, 如今, 我们身边有了鸦鸦和逍遥。 绝美少傅抬起头, 道, 不如带着他们两个离开吧, 再寻安全之地, 天机子为我们披挂, 生机之地, 就在这太白山中, 若是离去, 反而是杀鸡无限。 七日的草原大辙别, 如今的山中猎户郭雨卿, 揽着妻子的妖枝, 道, 况且, 已经逃了那么多年, 天下之大, 又有谁可以完全逃开九大神宗的追杀呢? 为了这五年的平安, 我将隐悦神宫丢入了红河, 话音未落。 郭雨卿面色一变, 突然察觉到了什么, 他单手一扶, 旁边一棚枯草中, 几根干枯的草叶, 修地飞射出去。 同一时间, 百米之外, 黑暗的山林之中, 发出几声闷哼。 看好鸦鸦和逍遥, 郭雨卿在妻子身边滴雨, 然后大踏步地朝着山林之中走去, 一步十米, 瞬间就没入到了山林之中。 绝美少妇刘纸元面色一素, 转身回到房间里。 茅草屋中, 昏暗的灯光摇曳, 小女孩压压睡熟了, 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意。 在她的身边, 一个不足年的男婴侧睡着, 嘴角还有一滴奶痕, 显然是刚才吃完奶不久, 嘴里一一压压的说着什么, 好像是做梦了。 一斩茶时间之后, 郭雨卿推门进来, 痴情杀到的几个喽啰, 已经处理掉了。 她笑着道, 刘纸元分明看到了丈夫笑容中, 有一丝不自然, 她大概已经猜到, 肯定有漏网之鱼, 没有追到, 天宗六道之中, 情杀到的陶顿术闻名天下, 只怕是这一次到来的, 有情杀到中的长老及高手。 睡吧, 明日还要去打猎呢? 郭雨卿吹灭了灯台上的烛火, 月色从窗户中照进来, 在地面上洒落一片银霜。 黑暗中, 刘纸元的眼睛很明亮, 她的眼睛, 本来就非常漂亮, 去后山看看吧, 她看着丈夫, 啊, 郭雨卿一愣, 刘纸元笑了笑, 道, 既然不逃, 那就要面对啊, 天机子前辈的披挂, 已经证明了一半, 今日蛟龙出, 也是天意, 你去看看吧。 郭雨卿沉默了, 她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睡的正田的女儿和儿子, 点点头, 转身出去了。 刘纸元在黑暗中安静地坐了一会儿,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然后上床侧身水在了两个孩子的身边, 眼神温柔如水, 像是黑暗之中的两颗宝石一样。 介于知影戏人间, 如何同生不同死, 黑暗中, 她轻声地念着这首诗。 真的是昔日的草原大辙别, 月色下, 一个面容猙獰的身影, 在山岭中施展轻功, 如一头狂奔的黑豹, 金皇帝逃窜着。 她的胸部, 一根干枯柔软的草根刺出来, 鲜血染红了衣服。 不知道飞奔出来了多远, 确定身后并无跟踪, 她才背靠着一棵参天古树, 停了下来, 解开一扇, 露出了下面天蚕丝编织的软甲, 咬着牙, 拔掉了洞穿她前胸后背的草根, 脸上露出了一丝轻松之色。 讲起不久之前的那一瞬间, 她依旧心有余悸, 隔招数百米, 她和几个属下, 已经很小心了, 但却仅仅是因为其中一个倒霉蛋折断挡在身前的一片树叶, 而被发现, 几乎在无法反应的瞬间, 死亡就降临, 隔招数百米远啊, 几根草根, 就夺走了数位和异境巅峰一流高手的命。 而身为宗师镜超一流高手的她, 若不是有这个刀剑难伤, 水火不清的至宝天蚕丝软甲, 只怕是也已经死在了当场。 草原大辙别, 真的恐怖, 身上无弓箭, 但却万物皆可化作剑。 这已经是超越了宗师镜的疤。 不过, 嘿嘿, 灵力传来的消息没错, 嘿嘿, 这是一个好机会啊。 草原大辙别和问到书院外院圣女, 竟然隐身在太白县城外的小山村中。 哈哈哈哈, 只要活着把消息带回去, 就是大公一件。 她低声地自言自语, 哦,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 一个声音从树顶上传来, 什么人, 她大惊, 一颗心几乎跳出胸腔, 之前, 竟是没有一点察觉, 你刚才说的, 是真的吗? 这个声音在响起时, 已经到了她耳边, 一道冰冷的风刃, 抵住了她的咽喉。 你是, 问到书院, 你, 这股气息, 太白县城中, 一座轻昂的古庙中, 白发如霜的年轻人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她背负着古剑, 看向县崖后方, 这是蛟龙之气啊, 听闻, 太白古城后面的深渊峭壁之下, 有地水喷涌, 九龙瀑布倾泻而下, 有瀑布, 则臂有深潭, 乾隆与渊, 莫非是真的有蛟龙出世? 她身形化作一道流光, 朝着县崖后方飞掠而去, 第七十三章裂交, 同一时间, 建成一处庄园中, 千面周可儿浑身赤裸在站在窗边, 面色惊讶地看向县崖后山方向, 高挑窈窕身躯上一切的美好曲线, 都在月光下展露无遗, 魔心灵力从床上下来, 在背后为她披上沙衣, 有意思, 这个小小的县城之中, 竟然隐藏着这么多有趣的事情, 表哥, 你感觉到了吗? 千面周可儿拢了拢运动之后, 湿漉漉的头发, 风情万众地道, 灵力点点头, 月华倾泻, 有瘦成精, 暴力苍远, 非焦即拢, 应该是焦, 周可儿回到床边, 将衣服一件一件地穿起来, 她穿衣的动作, 都无比优美, 灵力面色半阴半阳, 黑白对比触目惊心, 极为丑陋, 此时, 看着情人穿衣, 她原本肃穆的神色之中, 闪过一丝温柔吃碎之色, 虽然已经看过了千万遍, 但在看, 依旧是如同心中的神女那样完美, 若真的是蛟龙出世, 只怕是九大神宗的一些人, 都会被惊动, 我们进水楼台先得月, 过去看看, 先面周可儿白了一眼表哥, 道, 你还看, 看不够啊, 真龙翱翔九天, 传闻可以打破天地桎步, 破碎虚空, 若是沐浴龙雪, 即可肉身不坏, 吃一口真龙之肉, 即可严授一甲子, 就算是未化龙的胶, 也是浑身都是宝, 鸡不可施, 好, 哪怕是拼一条命, 也要为表妹抢到龙血龙肉, 灵力笑道, 不许拼命, 你的命, 是我的, 当愤怒的胶, 张口那血盆大口的时候, 李牧就知道, 这回乐子真的大了, 他不假思索地拉着明月, 横移了百米, 轰, 一道银色光滑从胶的口中喷出来, 喷在了老乞丐原先所站的位置, 狗叫声中, 一个直径二三十米的大坑出现, 冰冷的湖水倒灌了进去, 噢, 好像不是针对我, 李牧才发现这自己自作多情, 反应有点过头了, 老乞丐并未有被喷死, 他出现在百米之外, 惊慌失措地从一堆乱石中爬起来, 轰, 胶张开去口, 又吐出一道银色光滑, 犹如日盐一般, 老乞丐再度连爬带滚地躲开, 他的动作看似笨拙, 但总归是没有受伤, 玄之又玄地避开那恐怖的银炎力量, 龟头土脸的样子, 焦怒后, 他连续喷出银色月滑, 李牧躲在一边看戏, 很显然, 焦将老乞丐和盲眼道人, 看成是一伙了, 不过, 这种口中喷吐的银滑, 难道是龙溪, 或不, 焦溪不成, 老乞丐连爬带滚, 在湖滩上抱头鼠窜, 一边躲, 一边大叫道, 等一等, 唉, 住口, 你他妈的看清楚啊, 刚才戳你的是老瞎子, 又不是我, 而这时, 半空之中, 又是一道银色光滑闪烁, 盲眼道人竟是未死, 犹如疯狂了一样, 再度捏出手印, 吟唱咒语, 催动了某种神秘法术, 化作一道银色光剑, 再度朝着焦展开了自杀式攻击, 而后, 焦大怒, 挥出一爪, 硬汉纳光剑, 轰蒙, 一层层的银色辐射光圈扩散开来, 整个山谷都在动摇, 焦距大的身躯, 在湖泊之中震荡着后退了些许, 而盲眼道人则是被焦爪拍得犹如道飞的流星一样, 轰蒙一声, 狠狠地撞在了对面的山壁之中, 直接撞开了一个大洞, 像是钉子一样被钉了进去, 也不知道深入多少米, 卧槽, 好惨, 这下子, 应该死翘翘了吧, 李牧忍不住在心里为盲眼道人默哀一秒钟, 这也算是最有应得吧, 不是被攻击对象的李牧, 都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可想而知, 老乞丐此时有多么狼狈, 还有那条大黄白肥狗, 简直和人精一样, 见机得快, 远远地离开老乞丐, 还朝着老乞丐狂吠, 一副狗大爷不认识你你千万别靠过来的架势, 快帮忙, 老乞丐大喝, 李牧看看四周, 再无他人, 惊讶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我, 帮你, 老乞丐道, 咱们好歹还有书面支援, 李牧听了, 非但不上前分担压力, 反而立刻往后退, 接, 神经病啊, 别说是树面支援, 就算是一起喝过酒, 我也不可能帮你去挑战一头暴怒中的骄傲, 而且你之前开口, 是想要拐走明月的, 和盲眼道人那么熟, 估计也不是什么好鸟, 自求多福吧, 李牧拉着明月, 继续往后退, 连大黄狗都在这个时候和老乞丐撇亲关系, 他的智商不可能还不如一条狗啊, 妈的, 小东西, 老乞丐气急败坏, 空, 一团银色龙溪又喷了下来, 老乞丐后面的话都没有说出来, 立刻又抛头鼠窜, 水潭中, 娇咆哮, 身形如山巒一般, 搅动了巨浪, 恐怖的气息弥漫, 一双雪池般的眸子, 射出鲜红色的眸光, 方圆数千米之内, 似是变成了一个修罗领域一样, 任何生物, 在这样的鲜红领域中, 都感觉到一种发自于灵魂的颤力, 李牧犹豫了一下, 决定先离开, 但就在这时, 灭处, 看见, 一声大喝, 一道剑光自悬崖峭壁上斩下, 似是一道从银河之上落下来的瀑布一样, 空, 胶背这一剑劈头斩中, 胶脚上抱起一簇火星, 庞大的身躯摇晃, 发出阵阵怒吼, 嗯, 又有强者出现了, 他抬头看去, 却见峭壁之间, 一道身影如星丸跳之一般, 急速而下, 一头雪白的齐腰长发, 在夜风之中闪烁, 是一个面容白镜英俊的年轻人, 身形如垫, 踩踏在峭壁突出的盐块上, 飞速地靠近, 直接朝着胶冲了过去, 很强大的气息, 李牧心中凛然, 他以前并未见过这个白发年轻人, 很显然, 这一次横扫太白现成之中江湖中人的行动, 并未波及到这个年轻人, 不管是冯元欣还是清风的调查结论之中, 都没有提到县城中有这样一位白发年轻刀手, 但从他到来的方向看, 分明是从峭壁深渊顶端的县崖方位而来, 看他的架势, 竟然是裂焦不成, 李牧惊讶地看到, 那年轻人犹如飞蛾扑火一样, 朝着暴怒之中的焦冲去, 而被这白发年轻人攻击之后, 焦的仇恨值, 立刻就被拉到了他身上, 不再追杀老乞丐, 竖道脚跃般的龙溪光滑, 朝着白发年轻人喷去, 老乞丐得到了喘息, 他大吼道, 天狼笑乐身法, 莫非是天狼道传人白如双少侠, 在下双月双日之下第一强者左路易, 老乞丐自爆家门, 口气比天都大, 然而, 白发年轻人并未理会他, 看都没有看老乞丐一眼, 白色的长发, 犹如白色火焰一样在夜空之中跳跃, 白发年轻人的身法极为高明, 忽明忽暗, 不断地闪烁, 避开了一道又一道的龙溪, 最后竟是直接跳到了娇的头顶, 双手抓住了娇脚, 又一个和娇有仇的, 李牧择蛇, 这也太拼了, 你知道个屁, 老乞丐鬼魂一样出现在李牧的身边, 到, 即将化龙的娇, 浑身上下都是宝贝啊, 一滴血都可以增加功力, 一口肉可以延寿, 去除百病, 神仙都会垂涎, 这个天狼道的小白毛, 这是想要涂胶斩龙夺宝啊, 李牧一听, 忍不住问道,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老乞丐美好气地道, 我骗你个毛线团团啊, 不然, 你以为我刚才为什么不跑, 还要和这畜生缠斗啊, 你那是跑不掉吧, 还双月双日之下最强者, 这种牛逼都吹得出来, 李牧赋匪, 他在心中, 衡量着得失, 有先天公和真武权在手, 他不愁受援, 也不用单实力无法提升, 所以从投资学的角度来讲, 没有必要冒险去裂交, 不过, 如果老乞丐所谓的功力, 是指内气的话, 那李牧倒是可以先做闭上关于真儿, 万一这个天狼道传人真的是个狠角色, 弄死了这条胶, 那他也不介意在旁边喝点汤, 但是, 李牧很快急失望了, 因为天狼道传人白如霜, 没有支持太长的时间, 就被胶从头上甩了下来, 重重地摔入到了湖水之中, 溅起巨大的水花, 不过, 变化再度出现, 不知道何时, 半空之中, 又多了一个身影, 一个身穿着青色书生服的中年书生, 面容轻渠, 双手捏出手印, 并为吟唱咒语, 浑身流转着青色的气流漩涡, 背后更是有层层叠叠的风刃组成了一对青色的巨大羽翼, 这一对风刃羽翼, 煽动之间, 卷动气流, 让它可以凝制悬浮在虚空, 这是一个术士, 一个丝毫不比盲眼道人弱的术士, 道法无常, 流风无极, 斩, 中年书生的选择与白如双一模一样, 直接选择了攻击, 无形的风刃在他的身边聚集, 然后化作漫天无形刀刃风暴一样, 旋转着, 呼啸着, 破空席卷, 朝着胶斩杀而去, 妈的, 又一个抢胶身上的宝贝的, 怎么你这小破县城中, 藏了这么多高手, 老乞丐站在李牧身边, 骂骂咧咧地道, 李牧挠头, 是啊, 这不科学啊, 太白县是出了名的偏僻小县, 哪里跑来这么多的强者啊, 明显都是生面孔, 不是本县的人啊, 怎么一有动静, 什么牛鬼蛇神都跳出来了, 空, 一道水柱, 从湖面之下爆发出来, 却是天狼道传人白如霜破水而出, 重新杀回来, 他的手中, 握着一柄奇异的古剑, 并未出鞘, 归动之间, 剑气纵横, 隐隐有天狼笑乐一般的奇力之音, 震动心魄, 这是天狼道的天狼剑气, 第七十四章法术, 这位天狼道的传人, 被逼出来真正的手段, 战斗瞬间升级, 没有用任何的语言, 舞者的战役是最好的沟通方式, 几个起落之间, 白如霜就与中年书生这两大超一流高手, 达成了联手意向, 一个远攻, 一个近战, 与交战开了缠斗, 李牧本就好舞, 见到如此精彩的战斗, 此时倒也不着急离去了, 在一边观战, 很显然, 不论是这中年轻衣术士, 还是天狼道传人白如霜, 实力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李之天龙一剑东方剑, 铁手擒天铁镇东等人, 强横的不是一新半点, 一扇新的舞道大门, 在李牧的眼前徐徐打开了, 就连一边的明月这个小呆逼, 也看得津津有味, 消停了很多, 而老乞丐则终于不用抱头鼠窜了, 他一边揪住黄白花大肥狗, 痛心疾首地弹心, 很快, 这一人一狗, 最后也不知道达成了什么协议, 竟然种鲑鱼好了, 鬼鬼祟碎地绕着湖泊游走, 贼眉鼠眼的样子, 也不知道是在弄些什么, 突然, 嘻嘻嘻, 运气不错, 这头娇, 已经折服千年, 跨龙在即, 修为高深, 两位练手也不能将其击杀, 不如我们夫妻出手相助, 也来分一杯羹如河, 一个清纯天真的笑声, 突然在山谷中响起, 清脆悦耳的女生, 犹如空谷百灵, 竟是在聚焦丝后, 渐气呼啸风润如雷的山谷之中, 盖过了其他声音, 清晰地回荡着, 黑白双色光滑闪烁, 九龙瀑布的上方, 有两个身影, 犹如羽毛一样缓缓地飘落下来, 正是秦沙道的两位护法及高手先面周可儿和摩辛林立, 滚, 天狼道传人白如霜冷喝, 手中分出两道天狼剑气, 划破虚空, 直接朝着这两个人斩去, 天狼道与秦沙道, 历代诉仇, 积怨已久, 找死, 先杀你, 再猎交, 也不是不可以, 摩辛林立的阴阳脸上, 杀鸡大赤, 内气运转, 白色的左掌掌心之中亮起一团阴晕漩涡, 犹如龙卷风一样, 直接将两道剑气吞噬, 见面周可儿阻住了林立出手的打算, 笑呵呵地道, 成大事者, 不拘小节, 白如霜, 天狼道传人的格局, 难道就只有这一点吗? 今夜若是不能列交成功, 等到此间的消息传出去, 天下惊动, 各大宗门强者汇集而来, 到时候, 还有你我的份吗? 白如霜冷哼了一声, 没有再说话, 他知道这是实话, 也没有经历再说什么, 因为聚焦几乎暴走, 释放出来的压力, 越来越可怕, 他半个身躯陆在水面之外, 犹如山栏盘距, 喷土礁息, 狂轰乱炸, 同时胶爪挥舞, 看似庞大的身躯, 竟是灵活至极, 那一条巨硕的胶尾, 更是神出鬼没, 轰的一声, 从水面窜出来, 将正在捏着手印的中年青衣术士, 直接轰飞, 撞进了悬崖峭壁之中, 青衣术士那一对青色风韧巨翼, 也被撞得支离破碎, 白如霜鼓剑当胸, 剑气迸发, 形成一颗笑月巨狼的幻象, 挡在身前, 轰, 胶一爪击破了巨狼幻象, 白如霜闷哼一声, 面色潮红, 倒飞了出去, 很显然, 这头胶的强大, 超乎想象, 天狼道传人和青衣术士两大强者联手, 也几乎是不堪一击, 周可儿和灵力, 面色一变, 出手, 没有任何的犹豫, 他们也加入到了战斗之中, 利益面前, 没有永恒的敌人, 想要得到胶身上的至宝, 今夜必须联手了, 情杀道, 阴阳父, 摩西灵力出书, 一黑一白两团阴晕从他的掌指之间飞出, 犹如一阴阴阳两条捆些绳绳索一般, 朝着聚焦缠绕而去, 情杀剑舞, 见面周可儿手握细剑, 长裙飘摆, 犹如九天玄女一样, 身形曼妙, 舞姿优美到了极点, 同时杀气也是沸腾到了极点, 道道剑气, 飞舞流转, 周可儿看似若不禁风, 犹如焦柳浮风一般的阿罗身躯, 纤细修长, 但战斗风格极为彪悍, 常见在手, 气势无双, 竟是主动贴近了胶, 展开进战, 反倒是面目丑陋身形彪悍的灵力, 走的是树式远公路线, 歼面磨心, 这两个情杀道最杰出的年轻一代天才, 一个树式, 一个进战, 配合了多少年, 堪称是心有灵犀, 配合娴熟到极点, 显然是要比之前白如霜和金衣中年树式更加有条理, 空, 一道青色流光, 从山壁之中飞出来, 金衣中年树式模样有点狼狈, 但却并未受伤, 他周身有青色的风盾流转, 大喝道, 诸位, 此物凶狠, 你们之间的夙缘暂且抛下, 一起联手, 或许才能从他身上, 抢到一点东西, 好, 白如霜稳住身形, 最终也点头同意了, 四大强者, 正式联手, 武者修炼的是内气, 那树式呢, 应该是另一种修炼体系和路径吧, 李牧越看, 越觉得新鲜, 到今日, 他才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 不只是有武者, 还有树式, 而且看这样子, 这个世界的树式, 就像是地球仙侠小说中的修仙者一样, 操控天地力量与外物宝器, 与对手交战, 威力其大, 以远攻为主, 需要捏动手印和吟唱咒语, 自身的肉体强度, 近战之力, 显然不如武者, 若是被对手突破了法术防御圈, 只怕是瞬间就是个死, 这玩意儿, 和地球上的网络游戏有点像啊, 有肉有AP有近战, 要是再出现一个可以加血的奶妈, 那简直就是一个小型战队了, 李牧在心里琢磨, 难道地球上网络游戏的战队搭配, 在外星舞蹈世界之中也如此实用, 不过, 四大强者联手, 貌似也压制不住这头聚焦啊, 不断有人被轰飞, 撞入峡谷峭壁之中, 实现飞溅, 四大强者, 简直就像是皮球一样, 被这头聚焦不断的击飞, 在峡谷峭壁之间淡来弹去, 整个湖泊的峡谷两侧, 已经不知道被这四大强者撞了多少个洞里, 简直像是在打地鼠一样, 李牧的目光, 落在轻衣中年术室和魔心灵力身上更多一些, 因为他开始对法术感兴趣了, 更因为, 李牧突然觉得, 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自己好像是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在地球的时候, 老神棍除了逼着他没完没了地修炼真武拳和先天宫之外, 在额外的时间, 还传授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其他玩意儿, 比如风水, 降妖, 震魔, 奇门遁甲之类的杂谈, 这些本事, 被老神棍吹嘘的无比神妙, 还用来在燃灯寺村中骗吃骗喝, 中国的许多农村里, 流传着各种神话传说, 这种传说, 多基于风神榜, 西游记, 山海经以及其他等等神话志怪小说繁衍而来, 在经过乡村中土生土长的道教文化的一些演化, 形成了独特的神话体系, 比如在中国西北甘肃黄土高原的许多山村中, 几乎每一个村落都有属于自己的神庙, 用来占卜, 奇卦, 问世, 求要, 求子, 策因缘, 当地人就算是再穷, 有两样东西, 却绝对不能穷, 第一是孩子的教育, 第二, 则是村庙, 听起来很矛盾, 但实际上却很融洽, 诸多学子考上大学, 依旧会回到村中祭祖, 拜神, 还会集资来修炼村庙, 极为虔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村庙也算是宗族文化的一种,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 乡村中的许多土阴阳师傅就极有地位, 婚丧嫁娶, 以及阴宅, 阳宅洞土, 搬迁等等, 都不开这些阴阳师傅, 而老神棍就是诸多乡土阴阳师傅之中的一员, 而且是极为有名的一员, 在宝基市周边的各大村镇, 提起他的名字, 几乎是如雷贯耳, 这也是为什么老神棍可以以一个人之力, 就霸占村中人灯谷寺那么长时间的原因之一, 李牧听过很多乡亲说起老神棍的传奇故事, 有许多至今听来, 都觉得匪夷所思, 在很多村民的眼中, 老神棍真的是神仙一样的人物, 而老神棍混吃混喝的诸多本事, 也基本上都传授给了李牧, 在当初的李牧看来, 老神棍的这些本事, 包括先天公和真武拳, 都是骗人的鬼把戏, 就是用来蒙蔽村民骗吃骗喝的手段, 见不得光, 而来到了这个星球之后, 李牧发觉到了真武拳和先天公的威力, 回想地球上的时光, 他本能的觉得, 只有当初老神棍逼着他没完没了地修炼的这两样功法, 应该才是最核心的, 是真正的先人功法, 至于那些风水, 扶妖等等手段, 在李牧的心中, 并未真正重视起来, 因为就连老神棍自己也说, 他将李牧传送过来的这个星球, 是一个低等武道星球, 既然是武道星球, 自然就应该主修武道, 加上二十年的期限实在是太紧张, 李牧的所有心血和时间, 都投入到了武道修炼之中, 但是, 今夜, 盲眼道人, 亲衣中年书生和摩心灵力的出手, 让李牧突然意识到, 原来这个星球上, 竟然也是有术式的存在, 这意味着, 法术, 是真实存在的, 可以修炼, 也意味着, 一星球武的自己, 好像是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 既然在地球上是废公的真武拳和先天公, 在这个星球可以大放异彩, 那老神棍闲暇时间传授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不是也会有着不可思议的威力呢? 第七十五章出手识破天经, 李牧脑海里, 不断地回忆老神棍传授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所谓的法术, 努力地回忆一些细节, 同时也在仔细观察今夜中年书世, 摩心灵力两个人的手印, 开始领悟一些东西, 乐华之下, 李牧的呼吸节奏奇异, 他逐渐进入到了先天公的特定呼吸韵律之中, 而且随着心境的改变和关注点的不同, 他隐约觉得, 在这种状态下, 运转先天公, 似乎有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奇感受, 天地之间, 仿佛有一层面纱, 在悄悄地撤去, 拧有了这一层模糊的面纱, 他看到的, 某些东西, 变得清晰了起来, 他动了动手指, 空气粘稠如水流, 当然, 空气并没有变, 而是他的感知, 变了, 他的手指, 感觉到了一丝以前从未感觉到过的质色, 好像是空气中, 有什么轻索未见的无形的力量, 缠绕在他的手指之上, 雷电诀, 雷印, 李牧在心中默念, 尝试性地用左手捏出了一个手印, 这老神棍曾经展示过的手印, 也曾在闲暇时候, 为李牧讲述过其要义, 不过被当时的李牧, 嗤之以鼻, 并未太在意, 然而, 奇迹发生了, 一缕雷光, 在他的五指之间诞生, 游走, 长指苏麻, 难以言喻, 李牧心中矩阵, 他感觉到了, 一种与五道力量截然不同的力量, 在自己的掌心之中, 缓缓地诞生了, 就, 这么简单, 真的成了, 尽管是心里有一点点的准备, 但李牧心中的震惊和欣喜, 依旧简直难以言喻, 这就是法术, 就这么简单, 老神棍在地球上用来坑蒙拐骗的那些手段, 真的是神仙法术, 李牧体会着长指之间的那种感觉, 心中对于老神棍的敬仰, 简直是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更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然后, 他突然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后悔, 早知道老神棍不是吹牛逼, 而是真的这么牛逼, 他真的应该好好珍惜和老神棍在一起的时间, 将他的一眼一行一举一动都找一个录像记录下来, 说不定还能发现一些更为惊世骇俗的东西, 老神棍, 真乃是神人也, 这是李牧不知道第多少次发出如此的感慨, 不过, 也正是因为这一瞬间的心神激荡, 导致了分神的时候, 手中的雷光, 被风一吹, 就消散了开来, 大意了, 李牧意识到, 术法操控需要精神凝聚, 离武道招式的施展, 更需要心意合一, 一分神, 精气分散, 法术也就散了, 况且, 他毕竟是刚刚才领悟到一些法术的端倪, 操控难免不娴熟, 正当李牧准备再度尝试的时候, 老乞丐犹如幽灵一样, 又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刚看着啊, 助手帮忙啊, 他咧着嘴道, 他的样子, 应该是没有发现李牧刚才掌心之中的异常, 李牧往旁边站了站, 仔细观察老乞丐的表情, 放弃了再度尝试凝聚雷电法力的尝试, 无语地道, 我和你很熟吗? 老乞丐黑黑一笑, 就凭他们四个, 连一片焦鳞片都打不下来, 再耽误下去, 天就亮了, 天光之下, 大焦潜伏, 焦可以潜于九幽之下, 亦可藏于溪水之间, 一旦他藏了, 就很难再把他逼出来了, 李牧撇嘴, 关我何事, 你难道不想要焦身上的宝贝? 老乞丐一副尼可拉机, 八道别装了的表情, 不想要, 李牧一本正经地道, 这条焦, 生长在我太白现成县芽之下, 乃是我本关心辛苦苦养出来的神物, 你们这些外来宰, 在本关的地盘上, 抢本关的东西, 还想要本关帮你, 我, 你养的, 老乞丐闻言, 白眼珠子都翻爆了, 久久无语, 伴赏之后, 才叹息道, 我低估了你的无耻, 李牧撇黑一笑, 老乞丐又道, 就算是你不为自己想想, 也得为他想一想啊, 他指着小呆逼罗莉明月, 你不觉得, 今晚这丫头, 有点不正常吗? 老乞丐神秘兮兮地道, 李牧一句哪里不正常了, 差点而就脱口而出, 但下意识地回头一看, 却见小明月如同吃了镇定剂一样, 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身边, 立刻也意识到哪里不太对, 赤鸭, 这没心没肺的丫头, 今晚咋这么安静? 按照这个小呆逼平日里的德行, 这个时候, 他应该正是大呼小叫狂呼刺激的时候啊, 就像是娇刚刚现身时一样, 而是现在, 竟然像是一个小白兔一样乖巧地蹲着, 难道转性了? 他体内, 有妖灵寄居, 老乞丐与不惊人死不休地道, 妖灵寄居, 李牧一正, 不错, 所谓一体双灵, 除了他自己的灵魂之外, 还有一尊罕见的妖灵, 附在他的体内, 与他的魂魄相缠, 这种情况, 极为罕见, 非常危险, 也如果不能及时将他体内的妖灵练化, 再过几年, 那妖灵成长起来, 就会反噬记住, 他的三魂七魄, 就会被妖灵吞噬, 变成另外一个人, 老乞丐一本正经地道, 李牧皱了皱眉, 他是知道明月身上的古怪的, 绝对不是普通的小女孩, 但这样的说法, 还是第一次听说, 你说的, 都是真的, 李牧将信将疑, 老乞丐勃然大怒, 道, 老风和等身份, 双日双月之下, 神州大陆第一强者, 地位尊崇, 名望卓著, 岂会信口开河, 你要是不信我, 那就算了, 李牧平静地点点头, 道, 好, 那就算了, 你, 老乞丐顿时泻了气, 他哭笑不得地道,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小子这是软硬不吃油泼不进啊, 放心吧, 我不会骗你, 实话和你说吧, 想要练画这个小丫头体内的妖灵, 焦血是必须之品, 妖灵性因, 而焦, 尤其是即将化龙的焦, 其血即阳, 可以镇压妖灵, 我在县城中看到这个丫头, 就动了侧隐之心, 想要收她为徒, 带着她行走天下, 寻找炼化妖灵之法, 没想到今夜九龙瀑布深潭之中, 竟然铲娇,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会有这么好心? 李牧一就是怀疑, 道, 对一个陌生丫头, 就如此侧隐之心, 你不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 老乞丐气得牙疼, 道, 你以为她现在为何这么安静? 还不是因为焦大怒, 焦溪狂喷之下, 这个水潭湖泊山谷之中, 充满了焦龙洋气, 使得她体内的妖灵退缩, 不敢作祟, 才恢复了她真正的本来性格。 李牧听到了这里, 已经相信了一大半, 不仅是因为逻辑上解释得通, 更是因为明月的表现, 与老乞丐所说的判断, 一模一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李牧抬头看向了湖泊战场, 她已经有了出手的打算了, 明月这个小呆逼, 虽然不靠谱, 但是自从李牧来到这个世界, 第一个遇到的人, 就是她和清风, 而一直以来, 也唯有这两个小书童, 是真心对李牧好, 完全不求回报。 李牧对于这个世界的认同感, 也大部分都源自于这两个小书童。 所以, 就算是明月不是李牧的亲人, 但也绝对算得上是朋友。 而为了朋友, 耸人李牧从来都是可以两肋插刀的。 再说, 又不是去送命, 找个机会, 弄点娇雪, 娇兄应该不会太介意吧。 李牧越越欲试, 不过, 她回头看向老乞丐, 道, 你呢? 你怎么不出手, 别光忽悠我啊, 你难道不想要娇身上的宝贝? 老乞丐傲然一笑, 逼格十足地道, 我乃双日双月之下第一强者, 这点小事, 不值得我出书, 再说, 该我出手的时候, 我肯定不会做毕上官。 我看你是肯定会做毕上官吧。 李牧在心中复匪一声, 一步一步地走向湖边。 她活动着身躯四肢, 磅薄纯粹的力量, 在体内涌动起来。 虽然刚才已经隐约掌握了法术的力量, 但李牧暂时还不想暴露自己这方面的修为, 毕竟要为自己留一张底牌。 几个简单的热身动作, 她的肉体力量, 就已经调整到了最佳状态。 不同于其他武道强者, 李牧浑身上下, 都没有任何的内气波动, 所以并没有引起交战双方任何人的注意。 她走到湖边, 在一块六七米长的巨型岩石面前, 停了下来。 微微下蹲, 李牧找了一个合适下手的岩石秃脚, 双手抓住。 你不会想要扔石头吧, 我知道你力气很大, 但是这块岩石, 还有一大半在水下, 至少有数万斤重, 你能抬得起来, 一边的老乞丐续续叨叨地说着。 但下一瞬间, 她的吐槽, 就戛然而止。 因为地面微微一震, 那块巨大的岩石, 就朝着天空之中, 飞了出去。 呼啸如陨石, 速度快到了极点, 空, 聚焦被这石头, 当头砸中, 空哦, 石头爆裂开来, 漫天飞碎石, 而聚焦庞大的身躯, 也被砸得失去了平衡, 幕后声之中, 重重地跌入到了湖水之中, 见起惊天巨浪。 这可真是, 石破天巨, 神梦, 千面周可而惊呼, 魔心灵力的阴阳丑脸上, 也难以遏制自己震惊的表情。 天狼道传人白如霜身形在碎石之间闪烁, 手中骨剑震荡, 落在了峭壁之上, 扶手看下来, 看着站在湖边的里木, 原本冰冷如万载玄冰的他, 眼眸里尽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而青衣中年术室, 在震惊之余, 眼睛里绽放出闪亮的光芒。 刚才那快巨石, 本身就有七八万斤重, 网上抛飞数百米, 还要准确地杂中聚焦, 这得需要多大的力量。 之前, 他就已经非常看好和高估这个小县令了。 没想到, 小县令的真正实力, 竟然是恐怖到了如此地步。 别的不说, 单单就刚才这一手, 就算是宗师境界的强者, 也绝对做不到。 这样的强者, 竟然只是屈身在太白县这个偏远小县城中当县令。 这一刻, 中年轻衣术室下定了决定, 不管公主殿下如何反对, 都要将里木拉拢过来。 千军亦得, 亦将难求, 如这个小县令一般, 看成是绝世猛将, 在战阵之中的作用, 要比宗师恐怖得多。 简直是奇才, 第76章脑子一热, 里木的出手, 给予在场所有人的震撼, 无疑是巨大的。 抬手之间, 将一块镶嵌在泥土之中的数万金之巨的岩石, 扔上数百米高的虚空之中, 这种力量, 已经打破了他们对于内气武道的认知。 尤其是当他们用震惊的目光, 看向里木的时候, 发现这个人的身上, 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内气波动, 也就是说, 刚才那惊天一致, 完全靠的就是肉体的爆发力。 天啊, 这个世界上, 竟然有这种怪物的存在, 神州大陆上, 不管是九大宗门的长教, 还是纵横天下的豪侠, 亦或是皇族帝国的高人, 不外乎武道内气和法力修为这两种修炼路线, 法力修炼对于修者的天赋要求更高, 所以术士相对武者较少, 而且也不擅长单兵作战。 里木的身上, 既无内气波动, 也无法力元素, 单凭肉体就有如此效果, 肉身修炼, 存在着先天桎, 被认为是武道修炼的最低级阶段, 历史上, 最出色的肉体修者, 不外乎数千斤的力量, 跳得更高, 跑得更快, 但在内气武者和术士的方面, 也基本上是被屠宰的对象。 但是现在, 里木却将肉体之力, 推动到这种程度。 他真的不是被披着人皮的妖怪吗? 可他的身上, 一点妖气都没有啊, 就连老乞丐, 也一副见鬼了的表情。 他身边, 黄白花大肥狗嘴巴张的, 比老乞丐更大, 一副很人性化的表情, 眼睛里充满了震惊。 表情正常的只有小萝莉明月一个人, 小萝莉面色平静, 眼神有点呆滞, 看着周围的一切, 目光落在里木的身上, 有点亲切, 安安静静的样子, 好像是很困就要睡着一样。 但是, 他这种所谓的正常表情, 却恰恰是一种不正常的表现。 因为换作平日里的小萝莉, 只怕是早就大呼小叫地蹦跌了起来。 原本激烈无比的战场, 因为这一瞬间的变故, 出现了一种诡异的停顿。 而身为瞩目焦点的李木, 一点都没有这方面的觉悟。 他拍了拍掌心中的泥土, 四下打亮, 在寻找另一块可以用到的岩石。 空偶, 水潭湖泊之中, 抱起数百米高的水柱, 目喉声之中, 聚焦再度破水而出。 他心红的眸子, 好似是流淌着雪光一样, 划破了水雾迷离的夜幕, 朝着李木看来, 犹如飞射的利剑, 速度快到了极点。 李木心中产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悚恐惧, 他施展青深树逃离原地, 快出手, 青衣中年术士大喝了起来, 他已经看出来了, 李木已经成为了所有人之中, 唯一一个可以威胁到聚焦的人, 必须为他拉扯开空间和时机, 让他用投掷巨石的方式, 来重创聚焦, 其他人的各种招式战技, 都难以对聚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无数道青色的锋刃, 像是漫天风暴一样, 滴溜溜地席卷而出, 将聚焦笼罩在其中。 叮叮叮, 风润斩在聚焦的身体上, 仿佛是砍在钢铁之上一样, 爆发出一簇簇的火星, 全部都被弹碎弹开, 聚焦的鳞片显然要比任何人想象的更加坚固, 那么多的风润, 无法在其上裂下哪怕是一丝的缝隙裂痕。 阴阳腹, 磨心灵力大喝, 浑身弥漫黑白双色的法力阴晕, 双手猛地向前挥出, 所有的法力阴晕化作两条黑白巨绳, 缠绕在了聚焦的身上, 延缓其活动。 见面周可儿和天狼道传人白如霜身形在峡谷之间不断地弹跳闪烁, 变化各种方位和角度, 攻击聚焦。 但刀剑斩在聚焦的身上, 也如那锋刃一般, 抱起一簇簇的火星, 最终完全无功而返。 次大强者很自觉, 都将自己摆在了牵扯和分散聚焦注意力的地位上, 为礼目创造条件。 这倒并不是说, 他们就真的觉得, 礼目要比自己更强。 这是一种战斗本能和战斗意识, 真正的强者, 如白如霜和仙灭魔星这样的宿敌, 哪怕是平日里相互敌视, 都想要击败对方, 但在这样的战斗之中, 却配合得很好。 当然, 这也和他们面临着的利益诱惑有关。 毕竟一头快要化龙的聚焦啊, 和其珍贵, 哪怕是能够得到一滴焦血, 都足以改变他们的武道之路。 为了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 就算是和死敌合作一把, 又有何妨? 聚焦的仇恨值, 果然是很快就被这四大强者给拉走。 李牧找到了另外一块巨石, 比之前投掷的那块更大, 双臂一发力, 嗖的一声, 轻松地投了出去。 他妈的, 老乞丐爆了一句粗口, 他的眼珠子都快爆出来了, 因为这一次, 他看得更加真切, 那足有十万斤重的巨石, 真的又被李牧像是丢沙包一样给丢了出去。 速度快如允星, 老乞丐真的难以相信, 世界上有这样的怪物。 一个人类的身体之中, 竟然会有这样的力量。 妈的他到底是什么怪物? 那黄白花大狗, 吓得尾巴都夹起来了。 简然也是受惊不清, 空, 聚焦毫无意外地再次被砸中, 岩石碎裂, 漫天湖水加上岩石, 混杂在一起, 像是发生了一场泥石流一样, 原本景色幽静美丽的后山深渊峡谷, 此时就像是末日崩塌降临一样。 而聚焦庞大如山的身形, 被砸得亮枪裂且, 倒下去, 重新跌回到了水中。 可见李牧这一击, 有多恐怖。 好, 中年轻衣术士忍不住大声喝彩, 但就在这时, 李牧面色一变, 大声道, 小心, 话音未落。 聚焦那硕大的巨尾, 从湖面之下犹如一道闪电一般破水而出, 掠过长空, 狠狠地拍在了中年轻衣术士的身上。 砰, 问响声之中, 毫无防备的中年术士, 身体周围的青色法力护盾被拍了个粉碎, 整个人就像是被苍蝇拍拍中的蝴蝶一样, 飞出去数百米, 狠狠地撞在了峡谷峭壁上。 坚硬的峭壁, 被装出一个人形的深不见底的大洞。 同时, 暴怒之中的聚焦, 比以第一次更快的速度, 从水面之下升腾起来, 快如闪电, 一爪子探出, 将另一位数式魔心灵力直接捏在了爪心中。 五道世界之中, 有云龙探爪之说, 其意就是, 神龙从云雾之中探爪, 蕴含着神妙的五道真意, 其痕迹无迹可循, 其威力巨大, 传说就算是仙魔, 甚至是欲外大妖, 都难以抵挡神龙巨爪这么一探的威力。 曾有五道界的仙辈仙贤, 果然之间, 得见神龙探爪的一幕, 因而大受启发, 模仿神龙探爪, 开创出了威力巨大的招式, 对于后世, 影响深远。 比如说之前在太白县城之中的云龙剑木人龙, 所修炼的云龙三线剑法, 就是因此而来。 不过, 木人龙的云龙三线剑法, 只不过是幽远版本, 太过于粗糙, 自然是和真正的神龙探爪的五道真意差了十万八千里, 即便是如此, 都已经足够他成为西北武林道上的狠角色之一。 此时, 去焦即将画龙, 这一爪探出来, 强如魔心灵力, 都没有反应过来, 被抓了个正者。 焦巨大的爪子, 抓着一个活生生的人, 就像是捏了一只苍蝇一样。 阴阳盾, 魔心灵微不乱, 大喝, 浑身的阴阳法力爆发, 流转起来, 化作一个圆形的巨盾, 将它保护在其中。 但聚焦一发力, 咔嚓咔嚓的清脆响声之中, 黑白双色圆盾就已经有了裂开的迹象。 眼看着魔心灵力, 就要被直接捏成为肉泥。 表哥, 先念周可儿面色大变, 他疯狂地朝着聚焦宫去, 想要救人。 吼, 聚焦怒吼, 尾巴一甩, 神龙摆尾, 砰, 周可儿被直接拍飞, 像是流星一样, 砸进了旁边的峭壁之中。 转眼之间, 四大强者, 就剩下了一个天狼道传人白如霜。 李牧一看, 心中大惊, 怎么回事, 这去焦一发狂, 竟然到了这种程度, 战况竟然是瞬间就一边倒, 这还打个毛线啊, 李牧本性的就想要逃跑了, 说起逃跑, 李牧是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毕竟有猥琐老神棍十年的教导和临别之前的敦敦教会。 安全第一, 活着才能改变一切, 当年刘邦被项羽打成狗, 但毕竟每一次都活了下来, 最终才有后面的大汉帝国。 况且, 毕竟李牧身上还背负着地球的希望呢, 要是死在了这里, 二十年之后地球要被强拆了那壳杂整。 这一切念头都在李牧的脑海之中闪过, 他就要转身带着明月开溜的时候, 扭头看到了远处, 明月安安静静脸上带怯地站在岸边, 浑身湿透, 沾染了泥水, 那种迷茫胆怯恐惧的表情, 简直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那种眼神和姿态, 一瞬间, 就像是一道闪电, 击中了李牧的心脏。 李牧立刻就想起了老乞丐之前的话, 这是明月最后的机会了, 做过今夜, 一旦这头交潜伏下去, 再也得不到交血, 明月很有可能, 就被体内的腰灵给吞噬了。 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 这个星球尚为二两个对自己不求回报的好的小书童, 就这样再如此年级相消欲养吗? 李牧打了一个寒颤, 他脑子一热, 老神棍昔日的教导都抛在了九霄云外, 怒吼一声, 化作一道闪电, 朝着暴怒逞胸之中的聚焦飞射过去。 第七十七章脑子再一热, 咔擦咔擦, 黑白色的圆盾发出悲鸣, 眼看着就要破碎。 摩星灵利口鼻已经溢出了鲜血, 他身躯剧烈的颤抖, 面色苍白的可怕, 感觉到了死亡的降临。 聚焦的力量, 强横的可怕, 在这一瞬间, 他的心中, 突然有点后悔。 不该贪图焦龙身上的宝物而拖大, 这毕竟是一头修炼千年, 即将化龙的焦啊。 而仙面周可儿则如风了一般, 不顾自身的伤势, 拼命一样朝着聚焦冲去, 内气催动到了极点, 浑身缭绕着火焰一般的内气波纹, 挥动双剑, 一种两败俱伤的打法, 想要救下晴郎。 砰, 赤如风虎的女子, 再度被击飞, 走, 摩星灵力大吼, 尖血从他的口鼻之中, 像是泉水一样涌出。 只有这个时候, 他才真正体会到江化龙的聚焦的实力, 有多么可怕, 那排山倒海的力量涌来, 根本不是宗师境的强者所能地狱。 黑白阴阳顿不只是他的法力的凝聚, 更是一件他爱若性命的法器, 催动之下, 才有这样的威力, 两相叠加, 足以抵御大宗师正面一击, 但是在这聚焦的爪卧之下, 法器之上, 已经布满了斑斑裂痕。 法器一破, 就是他的死期, 身为宗门中人, 自从踏上这漫漫江湖路的时候, 就知道, 早晚会这样一日。 瓦冠难免井口破, 大将终究阵前往, 他只是没有想到, 不是死在与武道强者的争斗中, 不是死在与宿敌的厮杀里, 而是死在了一头畜生的手中。 越是感知到聚焦的可怕, 他心中就越是绝望, 也越是明白, 先面周可儿, 根本就不是聚焦的对手, 也无法将自己救出来。 快走, 表妹, 不要看着我死, 面目丑陋的灵力, 眼睛里都有血丝溢出, 形态越发恐怖, 但却柔情万分地道。 他疯狂地爱着眼前这个为他拼命的这个女人。 他不想他因自己而死, 不, 周可儿近乎于疯狂, 泪如泉涌, 不顾一切地冲来。 远处, 天狼道传人白如双面额苍白, 左臂也已经骨折了, 软绵绵地吹着, 想要出手, 但却犹豫了。 这个时候, 要是还看不出来, 几个人根本不是这头聚焦的对手, 那就是傻子了。 面对着这样一个暴怒之中的巨兽, 再强撑下去, 那就是自找死路。 教学等聚焦身上的宝贝虽然好, 但也要有命享用。 舅舅他, 先面周可儿向其他人求援,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但白如双看了一眼这个犹如女神一般的情杀道护法, 最终一眼不发地摇摇头, 转身就走, 身形犹如星丸跳志一般, 消失在了远处。 这位骄傲的天狼道传人, 失去了斗志, 逃走了。 快走, 表妹, 走, 魔心灵力已经支撑不住了, 他的五官之中, 都有鲜血一出, 故身法器发出了咔嚓咔嚓的脆鸣声, 已经开裂, 破碎在即。 巨大的压力, 让他感觉到自己仿佛就是被压在两块巨石之间的虫子一样, 虽是都会粉身碎骨, 而实际上, 他身上的骨头, 已经不知道断裂了多少根了。 连护身法力, 都开始崩溃, 快走, 灵力大吼着, 一旦自己生死, 面对着发表的聚焦, 周可儿一个人绝对难以支撑, 也基本上逃不掉, 在这样的时刻, 这个面目丑陋的男子, 放弃了自己生存的念想, 只希望这个自己深爱着的男子, 可以活着逃离。 不, 周可儿悲痛欲绝, 谁来帮帮我, 生死一瞬的时刻, 这个素来心机致气远超常人的神女, 也难以冷静。 他惊慌得如同一个无助的普通人一样, 而就在这个时候, 卡擦, 磨心灵力身上的护身阴阳盾彻底破碎了。 不, 周可儿牙自欲裂, 发出了绝望凄厉的吼叫, 他仿佛看到了灵力被捏成为肉泥, 不过, 这样的吼叫并未持续太长时间, 呼, 一面飞来一团影子, 带他离开战场, 一个并不熟悉的年轻的声音响起, 厚重有力。 接面周可儿几乎是本能的一阶, 他低头一看, 这团影子, 却正是之前被聚焦抓在爪子里的磨心灵力。 此时的磨心灵力已经昏死过去, 浑身是血, 犹如刚刚从血水之中捞出来的一样, 同时, 四肢都软绵绵的, 显然是骨头都已经碎了, 但却还保存着一丝呼吸, 并未死去。 但这已经足够了, 对于他这个级别的强者来说, 一身骨头全部都碎掉, 也没有什么只要不当场死去。 这种骨肉硬伤, 不管是多么严重, 最终都可以依靠法力, 内气或者是其他各种天才地宝而弥补恢复过来。 毕竟, 舞者, 尤其是舞蹈强者的生命力, 实在是太强大。 接面周可儿以为自己在做梦, 他下意识地眨眼, 仔细看, 确定被自己抱在怀中的, 真的是晴朗伶俐。 他还活着, 巨大的狂喜, 让周可儿激动地缠斗了起来。 他的神志思路, 神志都有点混乱, 刚才那一瞬间, 聚焦的聚爪, 分明已经要将灵力捏成为肉泥, 但怎么在最后时刻, 竟然。 他下意识地朝着前方看去, 聚焦在怒吼着, 周可儿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那个太白线令, 那个头发厚实浓腻但却极短宛如出家僧人一样的少年, 不知道何时, 竟然是已经跳到了聚焦的爪子中间。 他修长而又健硕的双臂上, 隆起线条流畅似是小山丘一样的肌肉, 双手各自抓住了聚焦爪子的意志, 在怒吼声之中, 一点一点, 稳健而又无法逆转地将聚焦快要握紧壁盒的爪子, 直接给撑开了。 这简直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爆炸一幕, 这种视觉冲击力, 就好像是一只鸟下的蚂蚁, 将大象泰山压顶一般踩下来的巨足, 给一点一点地抬了起来。 原来是太白线主, 刚才在千钧一发之际, 掰开了聚焦的爪子, 将表哥救了下来。 周可儿瞬间就明白了, 他的脑海之中, 一种语言难以形容的震撼, 犹如海啸一样疯狂地扩散了开来。 聚焦握爪那一瞬间的力量, 有多么可怕, 只需从表哥身上那件足以抵御大宗师正念一击之力的法器被捏碎, 就可亏一般, 绝对是他们这种宗师镜的超一流高手可以比拟。 但是这个少年, 竟然依靠自己肉身的力量, 一点一点地将就要握住的聚焦掰开。 这, 难道这个少年, 其实是有头上古暴龙化身而来吗? 如果说之前, 李牧投掷飞时, 连续两次将聚焦砸进了湖泊之中, 给予仙面周可儿的是震撼的话, 那此时, 硬生生掰开聚焦聚焦的画面, 带给这位足智多谋的女子的, 则是一种恐惧了。 是的, 就是恐惧, 肉身之力强横到这种没有天理的程度, 谁会不恐惧? 下方, 老乞丐和黄白大肥狗, 站在处于安静异常状态之中的小萝莉明月旁边。 你怎么看, 大黄, 老乞丐的嘴巴鸡蟹地开合, 大黄狗仿佛是一尊雕像一样, 嘴巴张开, 汪开, 李牧怒吼, 他浑身的血液似乎都在燃烧, 他甚至可以听到自己全身上下每一根骨头都在嘎巴巴地发出暴斗一样的响声。 前所未有的力量, 酣畅淋漓地在体内爆炸开来。 他猛地震开了聚焦的爪指, 然后, 李牧施展轻身术, 如一道闪电一般, 脱身而出。 为了救魔心灵力, 他陷入了险境, 李牧从来都不是什么为救别人牺牲自己的圣母。 他和先面魔心之间, 也并无什么交情。 在今夜之前, 他别说是见过, 根本听都没有听说过这样两个人。 但是, 不得不承认, 从地球走出来, 接受过中华民族古老价值观和道德观熏陶的礼目, 听过太多关于白娘子许仙罗密欧朱丽叶氏的爱情悲剧, 同情心很容易泛滥。 他, 吃软不吃硬, 本质上其实是一个软心肠的人。 林立和周可儿在生死关头, 展现出来的那种悲壮的感情, 尤其是周可儿这种祸水疾的美女那种惊慌绝望的哀丸表情。 打动了李牧的心, 让本来就脑子发热的李牧, 又冲动了一把。 妈的, 不能做圣母啊, 瞎逞能, 太冲动。 李牧脱身而出的瞬间, 欣宜也骂了自己一句。 他几乎是将真五拳第二世所蕴含着的轻身术傲义, 发挥到了极致, 快如一道闪电一般, 脚尖在聚焦的鳞片上一踩, 然后就顺移一般来到了聚焦的头顶。 伸手一抓, 聚焦的鸡脚, 被他抓在了手中, 后, 感受到对手落在头顶的聚焦, 发出愤怒的轰鸣。 他无法接受自己的探爪竟然被一个小虫子强硬地掰开, 开始疯狂地甩动头颅, 想要将李牧从头顶摔下来, 同时, 那可怕的胶尾, 精巧地拍过来, 想要直接将李牧拍碎在头顶。 大兄弟, 别冲动, 我不要你的命, 只是想要接一点你的血。 李牧死死地抓住鸡脚, 维持身体的平衡, 来吧, 让我见识一下你真正力量吧。 李牧热血沸腾, 他这一身狂暴犹如汪洋一般的力量, 终于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第七十八章说人话了, 一直以来, 连李牧自己, 都不清楚, 到底自己的身体之中, 蕴藏着的力量上限是什么。 因为没有一个对手, 能够真正逼得他酣畅淋漓地爆发出全部的力量。 之前的战斗, 那些所谓的武林高手们, 不管是在神农邦之战面对四大金刚, 司空静, 还是在面对铁手擎天铁震东, 天龙一剑东方剑, 哪怕是在面对给他压力最大的五疯子一刀混断武标, 李牧都赢得很轻松。 哪怕是在刀法战技上不如人, 但只要他放弃笔刀, 展露出蛮不讲理的恐怖肉身力量和速度之后, 就算是一刀混断武标这种强横的对手, 也不过是被他两三拳就被打爆了。 说一句很装逼的话, 在纯力量比拼方面, 李牧根本就没有遇到过对手。 而现在, 在经历了刚才与聚焦的掰手腕之后, 李牧意识到, 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正面和自己对抗力量的存在。 这种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感觉, 很爽。 终于可以放开一切顾忌, 酣畅淋漓地打一场了。 很快, 李牧就被聚焦从头上甩了出去。 轰, 他的身形狠狠地砸在悬崖峭壁, 和之前的轻衣中年术士盲眼到人的下场差不多, 李牧在峭壁上砸出来一个人自行的大坑。 岩石崩碎, 坠落, 但与轻衣中年术士两人不同的是, 李牧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就如一道闪电一般, 从大坑之中又弹射了出来。 再来, 他大笑, 豪气冲天, 男人, 哪怕是李牧这样的小楚男, 都很容易在战斗之中狂热起来。 尤其是这种毫无花哨的利与利的碰撞, 非但没有给他造成任何的伤害, 反而让他胸中的热血被点燃, 整个人犹如狂化了一样。 李牧弹射过去, 一拳就轰在了聚焦的脑门上。 两相对比之下, 李牧的拳头还不如聚焦的一片鳞片大。 这样的画面, 就好像是蚂蚁一拳砸在了聚焦的头上那种感觉。 但聚焦却像是被从天而降毁天灭地的流星砸中一样。 他痛苦的吼叫声之中, 几块鳞片被砸落下来。 他那硕大的头颅, 在这一拳的威力之下, 连带着上半部分的庞大的身躯, 不可思议地道飞了出去, 重重地砸在了深渊峭壁上。 空偶像是地震一样, 峭壁大片大片地坍塌下来, 大块大块的岩石翻滚着, 砸在了湖泊边和湖水之中。 这场面, 好似是地震降临, 大地要坍塌一样。 不好, 一击得手的李牧, 猛然响起, 小呆逼罗莉明月, 还站在湖边, 需要保护。 这场的环境中, 没有丝毫自保之力的他, 实在是太危险了。 不过, 扭头看去时, 李牧却松了一口气。 因为老乞丐和大黄狗, 已经将小萝莉带离了危险区域。 两人一狗, 很奇特的组合, 站在老远的地方, 不会被波及到。 而且暂时看起来, 老乞丐似乎并无趁乱就将小萝莉拐跑的打算。 卓老东西正两只眼睛放光地看着李牧与聚焦的战斗。 他显然是在等着, 万一李牧真的将聚焦给打伤了, 不, 最好是两败俱伤了, 他就要冲上来分一杯羹, 弄点浇雪, 根本就是一副做山关虎斗的无耻嘴脸。 这个老东西, 李牧心里暗骂了一句, 不过, 战斗之中, 怎么可以分神, 轰猛龙, 水雾呼啸弥漫之中, 聚焦的尾巴, 像是来自于地狱的黑色死亡之炎的变态一样, 终于逮住了机会, 重重地轰击在了李牧的身上。 李牧就像是被球棍击中的棒球一样, 羞的一声, 再度飞了出去。 轰, 窍壁上, 直接被装出一个深达十多米的锯坑。 轰轰, 李牧镶嵌在锯坑中, 剧烈地碰撞, 让他四肢有点麻木, 咳嗽着, 浑身筋骨剧痛。 轰, 聚焦的尾巴, 如影随形, 再度轰击在了峭壁上。 一下, 两下, 三下, 这畜生一副要将李牧直接在峭壁上拍成肉饼的架势。 砰砰砰, 峭壁在闷响中发出巨大的震动, 在聚焦的力量之下, 峭壁像是一个不堪重击的人一样, 颤抖着。 一块块巨大的岩石被撞得脱离峭壁坠落下来, 犹如陨星天降, 整个湖泊中围一片狼藉, 参天巨树被砸断了不知道多少颗。 我们要帮忙吗? 大黄, 老乞丐摸着下巴, 有点担忧的样子。 汪, 大黄狗回答, 年轻人还是缺乏经验啊, 再这样下去, 这小东西要被聚焦尾巴拍成肉饼了。 老乞丐道, 汪, 大黄道, 但是, 身为双月双日之下的最强者, 我就这样出手, 去欺负一条还没有化龙成功的小焦, 是不是太欺负人了? 老乞丐又道, 汪, 大黄回应, 这条肥硕的黄白大狗, 把自己的头低下去, 然后用自己的前肢捂住了脑袋, 一副大爷的脸都被你丢光了的无语表情。 老乞丐, 汪, 一只安安静静的小书童明月, 突然开口了。 他且声声地拉了拉老乞丐的衣袖, 结结巴巴的恳求。 在小萝莉的脸上, 不见了平日里那种自意飞扬的放肆明媚, 而是一种令人一看之下, 就觉得柔弱, 胆怯, 善良, 羞涩, 联系的那种神态, 根本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这才是他的本来面目吗? 老乞丐在心中独自叹息了一声, 在蛟龙之气爆发的环境之中, 体内的妖灵被压制, 所以说才显露出来真正的真我性格。 这个小书童的真正面目,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羞涩单纯的小丫头吗? 实际上, 老乞丐也并未真正看出, 到底盘踞在这个丫头体内的妖灵, 是什么来历。 更让他疑惑的是, 从这一刻小萝莉的表现来看, 他还知道让自己出手帮助李牧, 就说明, 哪怕平日里被妖灵占据了主人格, 操控着身体, 但其实小萝莉对于外界发生的一切, 其实是有感知和记忆的, 他对于李牧这个主人, 也是有感情的。 而这也说明, 神秘妖灵的存在, 并未开始吞噬小萝莉的三魂七魄。 这不符合常理啊, 从未听说过, 被妖灵寄居了的身体, 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却还未开始吞噬记主的魂魄的, 因为妖灵都是邪恶且贪婪的诡诀存在, 他们通常以记主的魂魄和精神作为食物和养料。 汪, 大黄抬起前爪, 指了直远处爆炸般的战场。 这意思很明显, 出手吧, 别特么的墨迹了。 老乞丐语气一速, 道, 哀, 当年, 因神功大成, 没有控制住力量, 误杀数万人之后, 我就发誓, 不再出手, 不再展露武功, 双月双日之下的世界, 根本无法容纳我这样恐怖的力量, 我若出手, 这天下又要陷入腥风血雨之中, 扑斥。 大黄狗放了一个响屁, 很粗暴地打断了老乞丐的话, 他再度将头埋到了前之里, 怎么办, 这个老搭档是越来越不要脸了, 这种牛逼都吹出来了, 你什么意思, 老乞丐愤怒, 宁月再度怯生生地拉了邋遢的衣袖, 接接把巴蒂倒, 球, 帮, 他焦急地看着远处, 狂暴地聚焦, 尾巴拍断了大片大片的峭壁, 几乎将深渊都快要被打塌了, 石碧被拍成了石粉, 其中的李牧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好吧, 为了未来的徒弟, 老乞丐一副便秘一样悲壮的表情。 然而, 就在这时, 意外的变化, 又出现了。 砰, 几乎已经被拍的凹陷进去二三十米的, 周遭数千米都已经塌陷的峭壁之中, 一道白光窜了出来。 啊啊啊, 混蛋啊, 我的衣服, 才穿了不到一天。 赤李牧悲愤地吼叫, 他浑身上下, 不着寸缕, 李牧再度裸奔了, 像是一条白猪一样, 经过了真武拳和先天宫改造提升的身躯, 无比坚韧, 宛如怪物一般, 就算是被聚焦的尾巴拍中, 也最多只是肉疼, 且他身体的恢复力惊人, 骨头算了也就是几个呼吸之间的就可以恢复的小时而已。 所以在这样看似恐怖的战斗之中, 却并未受什么伤。 但是, 身上衣服, 哪怕是马屁精逢原新精心裁剪, 用的都是上好的布料, 可布料毕竟是布料, 却是无法承受蛟龙巨尾的拍击, 已经全部都化作了鸡粉飘散。 李牧浑身上下又光溜溜的了, 所以说, 肉身强横者, 战斗到憨处, 总有一着一点难以避免的尴尬。 一边的先面周可儿, 看到这一幕, 也不由得脸一红, 抱着凌厉急速的后退, 躲在了一边, 以开视线。 在场众人, 唯有他一个人, 是女的, 扑困而出的李牧, 像是一头暴走的狂狮。 他主动迎上去, 双手抓住了聚焦拍过来的尾巴, 体内的怪力犹如山红一般爆发, 竟是如同甩绳子一样, 将聚焦道拎起来, 直接狠狠地甩向了悬崖峭壁。 空某, 聚焦长达600多米的巨大身躯, 被从水中拽了出来, 大半直接拍进了山壁中。 神魔, 周可儿直接惊呼出声, 这是什么力量? 人间, 为何会有这种可怕力量的存在? 这不应该是属于传说之中的神魔妖仙的力量吗? 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人类的身上? 汪, 我的天! 大黄狗直接开口说人话了, 老乞丐从震惊中苏醒, 想到了什么, 一个机灵, 吓了一跳, 连忙在一边按住大黄狗, 变得这祸继续识破天惊的说人话。 轰轰轰, 李牧抓着聚焦的尾巴, 就像是甩跳绳一样, 将聚焦甩来甩去, 不断地砸到峭壁上。 岩石崩塌, 还我衣服, 李牧很生气, 还没长大的哪吒三太子曾经抽掉了小龙王的金给父亲李静做腰带, 这个故事带给李牧灵感和启发。 他要将这头胶的鳞皮拔下来, 做成衣服。 这种材质的衣服, 穿在身上, 就不用在担心战斗过程中衣服损毁被动裸奔的现象出现了吧。 第七十九章暗算, 看着狂暴的李牧, 大黄狗心有余悸, 紧紧地夹住了自己的尾巴。 老乞丐则是在一边一个寂地揉着自己的眼睛。 小明月怯生生的眼睛里, 有了一丝轻松, 周可儿此时心中, 只有一个念头, 尽亏当日阻止了表哥 因为隐悦神功的事情, 去找太白献竹李牧的麻烦。 否则的话, 那现在被李牧拎着来回甩来甩去暴躁的生活快不能自理的, 可能就不是聚焦, 而是表哥伶俐了。 而中年轻衣术士, 浑身鲜血地从峭壁乱石之中爬出来。 他显然是也受了不轻的伤, 一条腿还瘸着, 一身法力也崩散了不少, 只有淡淡的青色锋芒守护着他, 还有一些自保之力, 只是他脸上的表情, 鼻老乞丐等人好不到那里去, 震惊地无法说出话来。 他意识到, 自己之前对这个少年的判断, 完全错误。 这个太白献竹, 不仅仅是值得拉拢, 而是要必须拉拢。 甚至是, 要讨好, 如果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狠人相助, 那公主和小殿下的处境, 说不上逆转, 但一定会好很多, 绝不会像是现在这样风雨飘零朝不保夕。 轰轰轰, 让你弄坏我衣服, 李牧进入了狂化状态, 像是个疯子一样, 暴打聚焦。 快线出一同学来陪我, 咱们两亲。 他抓着焦尾, 就像是在甩面一样, 将六七百米长的庞大聚焦, 半空中甩来甩去, 不断地砸在了峭壁、 石峰、河岸之上。 每砸一下, 石壁地面就是一条长长的龙形硬痕。 一片片焦鳞, 被撕扯下来, 像是雪花一样在天空中飘飞下来。 不过, 这焦毕竟是千年精怪, 不知道吞食了多少月华精气, 肉身无比的强横, 宛如钢铁一样, 哪怕是被摔成这样, 也只不过是脱落了一些鳞片而已, 根本没有受伤, 也没有焦血流淌下来。 老乞带说过, 只有焦血, 才能救治明月。 昂吼, 俱焦暴怒, 拼命地挣扎, 过了一会儿, 李牧的力气稍微消耗了一些之后, 他终于找到了一丝平衡, 趁机发力, 尾巴猛地一甩。 原本占据主动的李牧, 猝不及防之下, 就被焦尾带着甩了出去。 空, 李牧被砸进了石壁中, 这一下子, 换到聚焦来反击了, 李牧落入了和之前聚焦一样的下场, 他被龙尾甩来甩去, 轰拢龙地砸在石峰峭壁上, 岩石崩裂, 碎石击飞, 每砸一下, 石壁和地面就会出现一个焦尾形状的印痕。 而仔细看的话, 印痕的最深处, 还有一个各种姿势清晰无比的李牧的 人形印记。 拱手一拱, 妈的, 看得我牙疼, 感觉像是两个老怪物在肉搏, 这不是属于人类的战斗。 老乞丐倒吸着凉气, 凉得牙齿都疼。 但是很快, 拱手双方再度变换了位置, 李牧又占据了上风, 我今天就不信了, 还特么的摔不服你。 归附了力气的李牧, 双手握住胶尾, 疯子一样狂甩。 可以清晰地看到, 此时的他浑身是血, 皮肉上到处都是血肉模糊的伤痕, 有些地方白色的骨头都露出来了, 看起来简直就像是被千刀万寡了一样凄惨。 毫无疑问, 和吞吐月华修炼千年的交比起来, 李牧力量不逊色, 但肉身强度, 却差了一点。 但他的神态却是依旧生龙活虎, 一身伤势竟是毫无影响。 单纯从力量上比起来, 竟是李牧更胜一筹。 毕竟两者的身形差距巨大, 光是聚焦的身躯, 就已经重如山巒, 甩来甩去, 要耗费的力量, 绝对比聚焦甩他要多得多。 老乞丐, 周可儿和清一中年数十三人, 自然是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们心中, 对于李牧的评价, 已经突破了天际。 最终, 战斗似是有了分晓, 空的一声, 李牧将聚焦狠狠地砸在峭壁上, 砸得他七昏八速, 迷糊了过去, 同时, 他擦一声, 焦得一只鸡脚, 终于难以承受李牧这恐怖的力量, 被砸断了, 大约一米长的一截, 脱落下来, 在半空中坠落下来。 龙脚, 周可儿的眼睛里, 绽放出光芒, 那是即将化龙的焦脚, 与龙脚相差不多, 乃是至宝啊。 但他终究还是拈有出手去争夺, 虽然出身于邪道的他, 从来都不介意去做一些巧取豪夺的事情, 但毕竟还是有一点点的底线。 李牧是灵力的救命恩人, 基本上也算是救了他一条命。 这娇脚, 是李牧付出了如此之大的代价才得到的, 他虽然动心, 但却无法真的出手。 一边的老乞丐也是眼睛放光, 不过却并未行动。 大黄狗倒是想要修帝一下子窜出去, 却被老乞丐给抓住了尾巴, 瞪眼, 道, 你想清楚, 夺了那龙脚, 你打得过那个怪物吗? 大黄狗呆了呆, 脑海中回荡了一下李牧怪物一样的力量和速度, 再回想一下距胶被暴打的惨状, 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最终信信地放弃。 他可不想被李牧抓着尾巴摔来摔去。 至于轻衣中年术士, 存了想要拉拢李牧的心思, 自然也不会去做招惹李牧的事情。 哈哈, 终于弄下来点东西, 李牧放开胶尾, 身形如闪电, 朝着那掉落的胶脚抓去。 眼看着胶脚就要落在手中, 这个时候, 一变咒声。 嗖, 突然从旁侧里射出一道白色身影, 这人手中, 握着一柄骨剑, 剑气犹如长虹一般, 袭杀而来, 速度快到了极点。 猝不及防之下, 李牧勉强避开心脏要害, 被一柄长剑刺穿了肩胛骨。 是你, 李牧怒吼, 搬手抓住长剑的剑刃, 他认出来这个偷袭的人, 正是之前逃离了的天狼道传人白如霜。 胶脚是我的, 白如霜猛笑, 这一瞬间, 白发男子那英俊清冷的面孔, 有着比魔心灵力更加丑陋的争鸣。 他一招手, 一股内气卷出, 将坠落下来的胶脚握在手中, 同时一脚踏在李牧的胸膛上, 想要借着反振之力拔冲刺入了李牧身躯的宝剑桃盾。 但李牧右手紧紧地抓住剑刃, 哪怕是手掌被割破也没有松手。 骨剑像是住在了李牧的体内一样, 根本拔不动。 同时, 李牧奋起余力, 左手一拳打在了白如霜踩下来的腿上。 咔嚓, 白如霜的左腿直接被打断, 以触目惊心的角度弯曲。 这还是因为李牧与聚焦战斗力气消耗大半, 且被那骨剑洞穿了腰腹, 无法发力, 否则的话, 这一拳, 只怕是要将白如霜的左腿直接打爆了。 噗, 白如霜遭受重创, 张口喷出一道鲜血, 他面色震惊, 无法相信这个时候, 李牧还有反击的力量。 巨大的金黄之下, 他直接松开了剑柄, 弹射起来, 朝着远处飞盾。 砰, 李牧掉在地上, 淹没在了一堆碎石中。 糟糕, 小东西, 没死透吧, 老乞丐还算是有一点良心, 赶过来, 想要救人。 空, 李牧先飞了碎石, 从里面蹦了出来, 他想要追击, 但一阵头晕眼花, 脚下一软, 差点而跪倒, 没有跳起来。 毕竟在这一场大战之中, 消耗了太多的力气, 加之失血有点多, 伤势也着实视不清。 在看时, 白如霜已经不见了身影, 追踪不是他擅长, 只怕是追不到了。 李牧, 挖的, 老子真的是避了狗了。 轻辛苦苦光着膀子打了半天, 却被别人捡了便宜, 为别人做了嫁衣。 这简直能憋屈死个人, 以后一定要逮住这个小白毛, 打得他妈都不认识他。 李牧在心中发狠, 哈哈, 兄弟, 别想其他的, 还是先穿上衣服再说吧。 老乞丐强忍着幸灾乐祸的笑, 一副很同情李牧的样子, 拍了拍李牧的光榜子, 然后递过来一件皱皱巴巴沾满了泥水的破衣。 刚才那个白毛是谁, 李牧一脸嫌弃的将这破衣丢在一边。 老子就裸奔怎么了? 他的心情很暴躁, 见面周可儿接话, 道, 天狼道传人白如霜。 他走过来, 手腕上的血涮漏纹手镯, 微光衣闪, 一套黑色的长袍外套就极为神奇地凭空出现在掌心, 其裁剪用料, 做工精致到了极点, 一看就知道不凡, 递过来, 道, 多谢李大人救命之恩。 这是他平日李维表哥伶俐准备的衣物。 李牧却是眼睛一亮, 视线落在了那血色漏纹手镯之上。 储物手镯, 这个舞蹈世界, 竟然也有类似于储物手镯一般的宝贝。 是了, 既然有术士, 修炼法术, 那空间储物类的法器, 应该也是真实存在着的。 李牧一下子就动了心思, 以后有机会, 一定也要抢, 而不, 是买一件空间储物法器。 多谢美女, 李牧之前救了灵力, 所以理所当然的接过衣物, 踢在身上, 还不忘扭头踢了一眼老乞丐, 嘲讽道, 瞧瞧人家, 以后装好人之前, 能不能先考虑一下自己送出的东西是不是拿得出手, 有点诚意。 老乞丐鼻子都气歪了, 李牧挽起袖子, 朝着胡边又走去, 你去干嘛? 老乞丐道, 李牧回头用看白痴一般的眼神看了他一眼, 道, 你是不是傻? 懂不懂什么叫做有头有尾, 好不容易弄下来的一截交脚被人抢走了, 当然是在去折一截啊, 而且治疗明月的交血还没有抢到手呢。 第八十章, 你哪位? 我, 老乞丐连续吃瘪, 肺都快气炸了, 咬牙切齿的道, 看来你伤得还太轻。 李牧不理他, 运转先天功, 调整呼吸节奏, 催动状态, 李牧那恐怖的自愈能力彰显, 身上那些流淌着鲜血的伤口, 几乎是在几个呼吸之间, 就愈合了。 力气也恢复了许多, 李牧一咬牙, 握住剑柄, 狠心将那插在身上的骨剑, 直接拔出来, 握在手中。 掂量了一下, 重量还可以, 这柄骨剑, 材质似是白色岩石一样, 有一道道的天然印痕, 犹如石岩的纹理一般, 剑身处手温热, 似是美玉一样, 剑刃看起来也很锋利。 这股剑, 有点席特, 也许可以斩破蛟龙的皮。 李牧心中一动, 在恐怖的肉身愈合能力之下, 他腰间的剑创, 已经停止了飙雪。 李牧咬着牙, 以剑为刀, 再度出手。 而这时, 聚焦摇晃着巨大的脑袋, 也从峭壁中挣扎了出来。 他浑身上下, 鳞片脱落了不少, 尤其是头上的鸡脚, 断裂了一截, 隐隐有鲜血浸出, 看起来也很狼狈。 同一时间, 李牧弹射杀盗,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大战又开启, 空猛龙, 天崩地裂, 湖水翻覆, 老乞丐等人, 站在一边观战, 看得那叫一个瞠目结舌。 黑色巨押盘旋在半空, 一个俯冲, 将地面上的数块岩石掀翻。 然后, 一个轻微的声音声在石头缝里响起。 盲眼道人从石头堆里爬了出来, 他竟是没有死, 不过模样也是极惨, 浑身是血, 比魔心灵力好步到哪里去。 那只黑色巨押, 似是被他召唤而来, 将他从石头缝里扒出来之后, 就一动不动地守护在了他的身边。 他瞪大了眼睛, 看着远处的战斗, 一炷香时间之后, 空, 聚焦再度被狠狠地砸在了山壁上。 他庞大的身躯像是一根绳子一样, 在山壁上抽出来一个极深的印痕, 身躯直接镶嵌在了山壁之间, 头晕眼花, 鸡脚断了树根, 一对前爪上裂开了一道口子, 拼命地怒吼, 但却一时挣扎不出来。 而李牧的身上, 周可儿赠送给他的那套黑色衣物, 却是再度爆碎成为碎片, 飘散在了半空, 浑身上下几乎都是赤条条的了。 又光屁股了, 扶不扶, 李牧踩在他头上, 一拳接着一拳, 大声地问, 昂吼, 聚焦发出愤怒疯狂的吼叫, 疯狂的反抗, 不服事吧, 你已经弄坏老子两套衣服了, 必须陪我, 老子先给你放点儿血。 李牧挥动骨剑, 斩在了聚焦的头顶。 铿腔, 火星四剑, 这一剑像是斩在了金铁上面, 李牧的手掌, 都被反震得发麻。 不过, 焦头上, 也被斩出来一个一指尝的伤口裂痕。 施, 一捧血剑, 从其中喷出来, 这鲜血激射, 喷了李牧一脸, 又淋了他一身。 说来也是奇怪, 只是一个手指长短的小创口, 但却像是高压水龙头一样, 喷出来打亮的鲜血, 几乎是在一瞬间, 李牧像是从血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赤裸的身躯上下, 都被这焦血给湿透了。 还有一些焦血剑到他嘴里, 猝不及防之下, 李牧吞了一口, 咦, 甜的, 他有点惊讶, 这焦血竟然像是蜂蜜一样, 有一股亲人心脾的甜味。 焦血啊, 宝贝, 他妈的这个臭小子, 简直是抱舔天物啊, 临到身上都浪费了。 一直在远处静观其变的老乞丐, 眼睛一下子都绿了。 而大黄狗则像是看到了天底下最美味的肉骨头一样, 汪的一声, 闪电一般的就窜了过去。 周可儿, 中年术士, 地上半死不活地躺着的盲眼道人, 都动心了。 这可是焦血啊, 具有造化一般力量的焦血啊, 几个人的呼吸, 都粗了起来, 这时, 又有新的变化出现, 远处一道白光闪烁, 很快就到了近前, 却是之前暗算了李牧的天狼道传人白如霜, 去而复返。 不过, 暗算李牧得到了焦脚的他, 脸上并未有多少得色, 反而是神色极为难堪, 还带着愤怒, 断了的腿恢复了一点。 但除此之外, 身上还多了几道利刃砍出的伤痕, 仿佛是经历了一场大战一样, 行迹狼狈。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次, 他不是一个人返回。 在他身后, 竟是由三四道身影, 在峡谷峭壁上如闪电一般弹射跳跃, 展现出了极为高明的身法, 速度很快, 从几个方位急速而来, 隐约将白如霜从各面围住。 其中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 身形魁梧, 头发灰白, 面色暴力, 额头上有一个十字刀疤, 背后背着一个直径 一米多的黑色巨大锁链铁锤, 落在地上, 轰得一声, 地面都震荡了起来。 白如霜, 交出交角, 饶你不死, 十字刀疤老者冷笑道, 抓刷刷, 其他数道身影, 都落在了周围, 每一个身影的身上, 都缭绕着肉眼可见的内气阴晕, 色泽不一, 但气息波动强度, 令人侧目, 赫然都是何意境的巅峰一流高手。 其中还有几个, 内气阴晕几乎化形, 只怕已经踏入了超一流高手的门槛中。 这些人, 赫然正在追杀白如霜, 白如霜是逃回这里的, 为长老, 周可儿面色一变, 他认出来, 这个十字刀疤老者, 正是擎沙道中十二长老之一的长老魏冲。 擎沙道之中, 十二长老无意不是宗师静的超一流高手。 长老之魏, 在擎沙道中的地位和权力, 还在他和灵力这两大左右护法之上, 更为重要的是, 擎沙道内部也有不同的派系, 而魏冲所在派系, 和他与摩新灵力两个所属的派系, 关系极为紧张。 魏冲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是因为草原大辙别这对夫妻的缘故? 不应该啊, 之前他放出消息, 乃是通过几身派系的渠道, 按理来说, 受到消息之后再赶来的人, 应该是几身派系中的刘云飞长老等人才是, 但现在, 宗门中, 为什么会派魏冲来此? 哪里发生了错误? 周可儿目光扫过, 立刻就认出来, 魏冲身边的其他十几名强者, 都是魏冲派系之中实力极为强横的硬角色, 很是难缠。 聚焦就在这里, 焦焦不过是他身上最不值钱的东西, 那个太白县竹李牧, 得到的更多, 魏长老何必舍本竹墨? 白如双尘生地道, 他在江货水往李牧身上引, 不用他说, 这个时候, 魏冲等人, 也都注意到了中围的局势。 尤其是在看到了聚焦被摔进峭壁, 被岩石夹在其中挣扎不出, 根本就没有了还手之力, 蕴含着无穷能量波动的焦血, 从焦手上喷出来的时候, 十四刀疤长老魏冲的眼睛里, 就绽放出来炙热贪婪的光芒。 焦, 原来是真的, 这里竟然真的有一头活焦, 哈哈哈哈, 这可真的是踏破铁鞋无匿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魏冲大笑了起来, 六道宗门之中, 秦沙道绝对不算是什么名门正派。 魏冲等人, 原本是因为草原大辙别而来, 不分日夜地赶来太白县城。 一个时辰之前, 他们一共近百名擎沙道各级强者, 才刚到县城外围, 但就在准备连夜入城的时候, 却是意外碰巧遇到了奔逃的天狼道传人白乳霜。 擎沙道与天狼道乃是六道宗门之中的累势诉仇, 但魏冲身负重任, 围剿寻找那对夫妇要紧, 所以一开始只是象征性地拦截了一下, 但在接触的过程中, 却惊讶意外地发现, 白乳霜受了伤, 弄丢了天狼骨剑, 还身怀重宝, 疑似龙脚。 于是魏冲立刻就认真了起来, 一番战斗, 断了一条腿的白乳霜脱身不得。 他情况狼狈, 连续受伤, 被逼带着魏冲等人, 来到了这里。 站在湖泊边的白乳霜, 很震惊地发现, 挨了自己一件偷袭的李牧, 在那种重伤的状态之下, 不但没有死于交吻, 还不可思议地再度击败了聚焦, 以焦血木深。 这个太白县主, 简直就是一个变态, 有那么电光使火的一瞬间, 白乳霜的内心, 突然后悔了起来。 他是看过李牧和聚焦战斗的过程的, 那根本就是不属于人类的战斗方式, 焦角固人是无比珍贵, 但说实话, 为了这么一节东西, 就得罪了李牧这样一个变态, 到底是否真的值得。 而魏冲等人, 却是并未看到这场战斗的过程。 他们只看到了最终的结果, 所以, 他们也并不知道李牧的变态和可怕。 聚焦宛如山巒一样的庞大身躯, 还有那一缕喷射出来的焦雪之中蕴含着的奇异优香以及力量波动, 让魏冲等人, 心神狂跳, 眼睛僵直, 口水都快流淌下来了。 天赐神宝啊, 这一头焦的价值, 不比那对夫妇弱啊。 哈哈, 真实天助我也, 哈哈, 我宣布, 这头焦, 还有他身上的一切, 都属于禽沙道了。 魏冲语气霸道, 他面带杀意地扫过周围的老乞丐等人, 直接不容置疑辩驳地道。 年轻人, 还不退下来, 将你得到的焦雪, 全部都献出来。 他大踏步地来到湖边, 运转内气, 大声地喝道。 霸道的声音, 如滚雷一般, 回荡在水潭湖泊之上。 这时, 去焦头顶那个指头长的伤口中, 开始愈合, 竟是不再喷出焦雪。 李牧这时, 也注意到了岸边发生的动静。 阿烈, 见出焦雪, 他用一种看白痴一般的眼神, 看着胃冲, 皱眉, 道, 刀疤脸, 你哪位啊?